宜蘭縣長林茲廟的親信 縣長市專員許智信對外打著林茲廟卡到官司 要投標縣府的標案等名義 向外匡騙募資 初步估計這借貸金額達到兩億元 被害人數大約有五六十人 昨天在台北車站落網之後 今天被依照貪污罪嫌移送宜蘭地檢署 面對提問全程不發異語快步走進地檢署 宜蘭縣長林茲廟親信 縣長市專員許智信對外打著林茲廟卡到官司 需要錢要投標縣府標案等名義 四處向宜蘭政商名流借款 粗估金額於兩億元被害人數約五六十人 去年的中秋節的前一個禮拜第一次開 所以我的部分是150 許智信上個月28號失聯 7號在台北火車站落網 8號被移貪污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其中一名誠信被害人也現身地檢署 看見許智信出現就難過掉淚 把他當弟弟看待如今卻被騙走150萬元 許智信2018年曾參選宜蘭縣羅東正第三選區證明代表 披藍袍參戰的他只拿下833票最終落敗 林茲廟當選宜蘭縣長後 隨即拼任他出任縣府民政處公共造產專員 案件爆發後這個月2號縣府也趕緊執寫 以曠職3日將他解雇 如今欠債潛逃9天被捕 還是得面對法律審判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 作詞推戦 電办� cuc大收宜尼蘭 資訊 作詞 感谢观看